Hello,大家好,我是大铃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前面所讲,不同视频广告格式的可选择投放网络是不一样的,根据需求选择即可,语言定位和地理位置定位,根据用户所在的地理位置和能看懂的语言来进行设置。 设置排除内容,指定广告可以在哪些内容上展示,广告资源类型,建议直接使用Google Ads推荐即可。 排除的类型和标签,将有助于避开你的前代客户不会访问的内容类型,其他设置,设置广告投放设备,评次上线和广告投放时间等。 2.制作广告组广告组命名设置受众,受众特征,对年龄、性别、生育状况和家庭收入来对用户群体进行定位。 3.收众群体,根据具体兴趣和爱好,或者利用在营销列表来指定可以看到你的广告的用户。 设置内容,你希望自己的广告展示在何处,通过使用关键字,主题或展示位置来限制。 3.制作视频广告输入要投放广告的YouTube视频网址,选择视频广告格式。 1.对于插播广告,你需要完成以下信息,最终到达网址。 1.显示网址,号召信用语,标题,随波横幅广告,可使用自动生成的,也可自行上传图片,广告名称等。 2.对于视频发现广告,你需要完成以下信息,缩略图,标题,内容描述1,2.和广告名称。 3.对于导式广告,视频一定要在6秒钟以内,需要完成的信息,最终到达网址。 4.显示网址,号召信用语,随波横幅广告,和广告名称。 4.对于不可跳过的插播广告,视频长度为7至15秒,需要完成的信息,最终到达网址。 4.显示网址,号召信用语,随波横幅广告,可使用自动生成的,也可自行上传图片。 4.广告名称5.对于外播广告,需要完成的信息有,缩略图,标题,广告内容描述,号召信用语,徽标200x200,透明。 5.最终到达网址和广告名称,设置完毕。 6.点击最下面的制作广告系列后,静待通过审核,视频广告就开始正常投放了。 注意,投放视频广告的过程中,如果你选择广告系列的类型为广告序列,投放步骤会与上面步骤二和三稍有不同。 视频广告序列允许你按照自定义的顺序,向用户展示一系列视频,从而讲述你的产品或品牌步时。 广告序列广告系列都包含一系列步骤,每个步骤都包含一个广告组和一个视频广告。 可行的视频广告格式,可不可跳过的插播广告和导视广告,投放网络,YouTube第一步第一个广告组和视频广告。 凡是符合此广告系列定位条件的用户,均可看到此步骤。 你需要完成的广告信息包括,YouTube视频网址,设置广告格式,最终到达网址,显示网址,号召信用语,随波横幅广告,广告名称和出价。 第二步,点击加新步骤,开始设置第二个广告组和视频广告。 注意,这里比第一步骤多了个步骤转换,即在此设置此步骤的广告该向哪些用户展示。 展示,已经获得上个步骤的广告的展示的用户查看。 上个广告是可跳过的插播广告,与其进行了互动或至少观看了30秒,若少于30秒,则是看完整个广告的用户。 跳过,上个步骤的广告,是可跳过的插播广告,且点击了跳过的用户然后,输入投放视频的YouTube网址。 完善与第一步中一样的广告信息,包括广告格式,最终到达网址等。 注意,在步骤转换那里,如果某一步你选择了查看跳过,则还需要同时设置另一个分支。 跳过查看,如果选择了展示,则不必同时设置其他选项。 看下图,是不是跟流程图很类似? 外貌ICO,英文推广。 出发把则打中анд面道理状况摇取一个比较均卖畅导。 安全了之后,则不必能做一个线作为平板中的昨天地,则可兼仁仁明是在提供的配备。 这些终于则是整理的跟着法则分子。 那多一种设置,遇到出海关的程序面。